张安威被掳走 现在消息非常的混乱 绑匪肯定不会透露出人质是藏在哪里 而且也可能是一直被移来移去 现在传出来可能被绑到 菲律宾南部的这个霍洛岛 那边可是菲律宾恐怖组织 阿布萨耶夫的大本营 把人藏在这里 马来西亚军警虽然总动员 但是想要进到这里来营救相当不容易 这家人的心还是悬着 因为张安威仍旧身陷险境 迟迟没公布照片就怕诈骗找上门 我怕就是说有了相片之后 会有很多诈骗的讯息进来 我们已经够困扰了 没有办法负担这种多余的困扰 我们经不起再受到任何诈骗的摧残 我们没有办法过 没有力气过云 张安威遭绑架 现在传出绑匪已经向家属开架 甚至还有国际佣兵集团前客 表示愿意出面营救 对此张佳仁相当低调 只说现在消息很多 无法判断真假 连马国记者也说要小心 有可能是一些趁机会想要困水摸鱼的 就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要如果是说接到电话 是真的需要是说看到相片 甚至可以跟人质通电话 那么确定那个人质还生群 过去在这里绑架案也曾经发生过 赎金付了人职却没有回来的情况 最主要原因是钱没有交到真正的绑匪手上 因此这次的案件如果没有小心应对 很有可能对家属造成二度伤害 以上是记者陈俊杰陈永泰来自马来西亚 沙巴的采访报道